針對2017WBC經典賽 體育署指派統一師總教練郭太元 執掌兵符一事 中華職棒聯盟二號上午 舉行緊急領隊會議 除了召集四隊代表 還邀請體育署長何卓飛列席 經過約三個小時閉門會談 終止表達尊重體育署 對於總教練人選的最終決定權 但原本聯盟主張一條龍承包經典賽業務 會後兩點決議大逆轉 聯盟也沒有辦法主導 我們原本提出 由職業球員為主體的賽事 這樣的一個結果 所以聯盟決議 第一 聯盟將不會參與經典賽 組訓賽及相關後勤支援工作 第二 由各球團自行決定 是否參與明年的中華隊 原本爭取組訓賽 招商 勤搜等業務 一條龍承包的中職 會後表達因為總教練人選 過程不被尊重 以及一條龍的主張 不受主管機關重視等兩大原因 決定完全退出本屆WBC 至於四隊是否投入經典賽 由領隊足以說明 那聯盟的主張以及訴求 也沒有獲得相關單位的重視 所以LAMIGO桃園隊維持 九月三十號星期五 說過的維持一貫的立場 我們LAMIGO桃園隊今後只會參與 由中華職棒所主導的國際賽 也就是說我們這次不會 球團不會參與這次WBC的賽事 LAMIGO拒絕推派球員教練參與本次WBC 至於獅項犀牛 則對參賽抱持正面態度 我想總教練是我們統一師的一個總教練 我想我這邊也會配合國家的這個政策 來給他一個支持 如果郭總需要統一的球員 的話同意支持 那原則上也會支持 對 我們原則上是支持 包括球員教練 整個我們球團的資源 原則上我們是支持的 我們是朝著 我們辦喜事的方式 希望這個今年大家也能夠辦得很好 謝謝 本屆WBC終止三隊打 一隊不打 組成最強中華隊的希望正式破滅 同時由體育署主導之棒協與聯盟協商也破局 台灣棒彈兩大龍猴角力 還是未完待續 回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